证符 证符 这个摆设 看起来有点爽 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默默默韩 默默默 加油 默默 谢谢 謝謝 第一次以短髮的形象亮相 就是在我們家TACO的舞台上了 真的是不懂反響的一天 所以呢 歡迎來到今天的默默有聞 特別偏知墨魚食堂 首先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TACO張宇格 好緊張 有啥好緊張的 我第一次來到這麼正式的場合 你要這樣子才不夠緊張 我現在要做什麼 你現在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 現在應該怎麼說 我是Seven Senses的 並且現在偶爾以演員身份活動的 塔塔張宇格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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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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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禁酒不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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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叠住了 哇 你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你打败了两个人 叶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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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可以今天来现场 还有线上的观众们可以观看我的生日会 然后我现在也是有点紧张 因为接下来我要面对的环节就是 我看起来很像要做什么的样子吗 没有 我是怕你太有深度 先请坐 好的 再次欢迎我们的张云格 谢谢 想到柳 我觉得今天这个布置 就不应该放这三本书 为什么 那要放什么 你放三个烧烤架 或放一个三个小火锅 三个下午茶 三个甜点 是啊 就它既不符合默默有温的吃饭说话 它也不符合默默食堂的 墨鱼食堂的也是吃饭说话 就有一点点 来 让我为你披上毯子 嘿嘿 你们就羡慕吧 这个毯子很波西米亚风 所以你这个舞台上的摆设有什么设计吗 这个舞台摆设其实就是 毫无设计 漂亮 那个不是补梦网吗 我还以为是有想说 要把从前的什么都装进梦里面 然后和大家在梦里相见的一层 哦 是是是是 那那边的花呢 是说明以后未来的生活 要像鲜花一样盛放对不对 哦 是是是是是 其实每个都是有意义的啦 需要靠灵气去感悟 哦 哦 对啊 就和你那个 7th Sense里面的那个 对啊 对啊 我是灵爵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Timing 时间有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 Timing 首先它是一句 英文 然后它 中文的意思呢是 时间点的意思 然后我想的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一个人的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时间点 然后有好有坏 就比方说拿我自己举例 我第一次担任生家好事情的C位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然后我第一次在总选中 获得了第五名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后面第五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然后终于到了十六名 但是我又回来了 就是每个时间点 它在发生的当下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 就是对以后啊 到底是好的影响 还是坏的影响 但是不可否认的 每个时间点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我都会 因为这个时间点而成长 收获很多 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名字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时间点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 毕业了一年 一场 小回报的感觉 小回报的感觉 小回报演出的感觉 对 让大家验收成果 那相对于现在来说 就现在的时间点 过去的时间点 过去的时间点 和未来的时间点 你会对他们三个 有什么变样的看法吗 你会觉得哪个 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会比较重要 其实 其实我给自己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我怀念过去 但我与时间并行 就是说 我觉得 时间的流逝 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挡的 但是 其实可以多多地回忆过去 去提取 就是过去所给我们的经验 然后 就是过去的时间点 可以让我们多多吸取经验 然后反省自己 然后寻找不足 然后现在呢 就是尽情地享受现在 然后未来的时间点呢 就是要怀着一个 积极乐观的心去期待它 那你会担心 困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吗 就像我们已经毕业了一年了 还会回想起以前毕业前的时光吗 其实 会啊 其实会 也 还是会吧 会多一点 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就说 赵雨泽 你现在能够一下子 回到毕业前的状态 你会选择吗 你会做这个选择吗 其实 嗯 我想这样 其实说实话 毕业这一年 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学习了很多东西 所以 这其中度过的时间 我并没有去虚度它 但是其实我同时又很怀念 咱们S队在一起的那个时候 是 就最大的感觉其实是 没有那种 大家非得凑在一起的那种机会了 就很少 被你主动出击 可能去找谁或找谁 像以前可能有公演 或大家一起进行什么活动 结束之后说 哎我们今天去吃个什么好不好 哎我们明天去做个什么好不好 就是有一个契机 可以被大家聚集起来 是而且刚刚在 就后台化妆的时候 然后只有两个造型师 我还可及可及 但其实今天我们只有五个人 然后 我的脑中 还是以前热热闹闹的 有十六个甚至更多的成员 然后在后面 吃吃喝喝 然后玩玩闹闹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让我很怀念 那你觉得这一年的成长 和过去那八年比起来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你觉得哪个成长你要大 我觉得 我觉得 嗯 我觉得确实不一样 就是 不要笑 严肃 这是一个正经的访谈节目 但 怎么回事 就是 比方说以前在团的时候 我们的成长主要是 就每天出通告 然后来公演 然后参加各种 就是外务活动啊什么的 我们所有的成长 都是为了这个舞台 和 偶尔的其他舞台 然后 不管是 舞蹈也好啊 唱歌也好啊 还是 就是化妆啊什么 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些东西也好 全部都是为了在团里的工作 但现在毕业了之后呢 我就 就是怎么说 更 更 更加的 多面了 去成长 就是自己会去选择 和大家共鸣就是 之前的时光很像 大家在学校里面的时间 就每天都上课 然后每天不用想很多 但是 后面的时光就是 你已经毕业了 你要步入社会 你要去找工作 然后你要想干嘛 干嘛怎么样 就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思想状态 但是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就有问到弹幕里面的朋友 就说 就让大家要珍惜上课的时光 其实对更多人来说 真正到了社会上的时候 会回想起 其实最幸福的时间就是上课的那个时间 所以真正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拖你那个时间 就永远不会成长 你真的只有经历到了 真正社会上 经历到了很多的风雨之后 你才逼迫着自己 有更大的进步 那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在哪 我最大的变化 对啊 就这一年 这一年里面 我觉得没有那么忙了吧 换一种说法 我自己的时间更多了 但是利用这些时间呢 也多多去学习嘛 然后 对 也是在充实自己嘛 嗯 那还有一个很 就是很 现实性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和粉丝之间的扭带关系 稍微会变得更加的疏离一点吗 没有吧 我这个要问大家 有 那我要问一个 对你们做选择的事情啊 就是Tako他自己有一个愿望 他现在想要当演员 但是你要知道 演员和偶像还是两个 我觉得 还是蛮大的区别的 所以你们是他的演员犯呢 还是他的偶像犯呢 是 不管他们干什么 我们都支持 这句话 应该那么说 我是张雨格的烦 对 你好会 你好会 你们好会接根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是这样 我相信 但对Tako来说 这是一个需要去 稍微会有一点取舍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想一进组的话 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消失的状态 对吧 然后你如果一直在舞台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好去准备一个戏剧方面的东西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努力 就是多多出作品 然后多多出现在大家面前吧 其实我觉得演员和偶像 其实 怎么说 怎么说 都是 演嘛 那这个演不一样 对 我是觉得 虽然他们都是演 但 一个是 就是去表演 去演绎一个别人的人生啊 什么类似的 但是 做偶像 其实是演绎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对 所以大家就是只要 接受这个转变 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问题 大家会担心吗 就是说 我想看Tako 你出更多的舞台上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一旦进组 我就会很长的时间见不到你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也是因为你的舞台而入坑 是 但是其实 就是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方式 包括 我给大家跳舞的方式 其实有多种多样的 就不光是在公演的舞台上 可能之后 还会 比方说我会出一些练习室啊 比方说我还会 就是参加一些 就是 出了公演之外的 舞台上的工作 其实大家都还是 能见到我的 我一定会努力 保证 保证 让大家 两天都有一个平衡 对 这样多多看到我的 而且我 我还打算就是 多多更新 Vlog啊什么的 然后 小红书 可以吗 什么 什么 什么声音 小风声要起飞的吗 就是通过各个平台 然后 来多多的发一些物料 然后让大家 就是一直能看到我 一直 就是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样 那 有没有什么 就毕业之后 演员方面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演员方面的东西 你们好奇什么呀 你们好奇什么呀 都好奇 没有 开玩笑 其实 很多呀 比方说 化妆 比方说 生活中 去完善自己的方向 像 如果说 我以前说 我不是梦想着 当一个演员 如果我坐在 比方说一个咖啡厅里 然后我就这样丑 丑每一个人 或者是丑 漂亮的丑 是不是很 是不是很怪嘛 就是说 但是呢 就是因为职业的不同 所以 我会在平时 就是训练自己的方式上 然后也会有不同 就包括化妆呀 包括就是 如果我去参加一个 影视的面试 我肯定不会说 以漂亮为主 我会贴合那个角色为主 其实是 方方面面的不同 那我问一个 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啊 就是演员 其实想要出来也是蛮难的 就能被大家所熟知的演员 应该都已经站到了 演员圈的 金字塔顶峰 对吧 但更多的其实是 大家看不到的 比如说一些 就特邀啊 甚至群演啊 就是到后面 这些穿插的人 但是想要到达那个顶尖 就是运气实力 各种偏实力的人和缺一不可 万一 万一就没有办法靠这个出来 那其实有可能是持平 有可能是会有一个下滑的状态 那你能接受这种 可能会变成公务员式的演员生活吗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 其实每年怀揣着演员梦想 然后进入演艺圈的人有很多 但是其实出来的 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 就那么几个 其实所谓的公务员式的演员生活是 大多数人的现状 包括目前的我 所以说 其实这个要看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吧 我觉得我选择作为一个演员 最开心的就是演绎好一个角色 当然就是 怎么说呢 如果一直出不来 就要一直精进自己 你要怀着一个 试金自作为发光的心态去努力 对 人生总要过下去嘛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就这个就和你想要维持的偶像的身份 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的冲突 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的 因为当你是偶像的时候 你就需要维持自己的曝光量 维持自己的热度 你需要一直一直和粉丝有所交流 但是演员很多时候 我不需要你知道我在干嘛 但最后我能够有一部作品 给大家看到就可以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 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一个 比较当中的一个时期吧 我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在适应 然后我相信大家也会陪着我去适应 然后最终最终 经过时间的洗滴 我一定会得出一个 让我和让大家都满意的答案 万一非得要你进行一个选择呢 默默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今天拿出这么 哎呀 好想要考我的 我就不选 不选不选 哼 你总会有的我们 真是 那最近有听到粉丝对你的期许和心声吗 你们对TACO有什么期待吗 还是说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他们都很不愿意给我表达的啊 对 听不见 讲道理后 虽然我也 因为我们家我自己饭可能也是那样子 但是我会觉得TACO家的粉丝会更加的安静一点 是不是 就更加的稳定 就稳当一点 就是 不是这种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 这种感觉 嗯 对 什么 这叫平稳 这叫安心且安定的陪伴 所以我其实也感受得到呀 就是 虽然大家不想 嗯 就是 比较冷静哈 大家比较冷静 但是 会希望他们热烈一点吗 就不冷静一点吗 对 就多多的表达一些对你的爱意啊 嗯 其实有的人是不是就是羞于说出口 那光说我这边我是希望听到的 但是我又很理解 就是有的人就是害羞 但是我其实其实内心是想听到 但我也不打算勉强大家啦 小艾姐 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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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听到 这是剧场的call 那 你现在觉得自己的人设上会有变化吗 人设吗 给大家现在展现的是一个怎样子的张鱼歌 希望大家认识到的一个 我是一个清淑风的 张鱼 什么风 什么风 再来一遍 清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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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淑中 带一点点女人味 清淑风 清淑风 我一直 说实话 我一直把清淑风当成自己的人设 然后 今天看了一点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成熟风 不是跳舞 对不起 所以已经是从以前那种想要给大家一种小女生的那种印象 想要更加看到你比较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 对 其实 就是一步一步走到这里 我现在还是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会展现就是 很多种的面貌给大家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可爱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酷一点的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程序一点 性感一点 然后我觉得 我不想局限自己 我想让自己是多变的 嗯 行 那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表达的吗 很不容易 我觉得你平时也是 不是那种很喜欢表达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话得说一说 没有特别的就是 会说话 那你最近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最大的焦虑就是刚刚 刚刚 我问我 我其实上场之前我有体验问我 你问默默大概你会问我什么 对啊 我老公你发给过你有没有 有 也不必说吧 但是我只是说到时候就随意发挥一下 我真的 我真的 就是仔细想了一下 发现 很多问题我看不懂 就是公务员式的演员生活那一题 我真的 我看不懂 很好理解吧 不是光听 第一下听 你们知道什么是公务员式的演员生活吗 就上下班啊 就不用去考虑说 哎 这个演了之后我能不能活啊 我人气怎么样 怎么支持怎么样 就是一份工作 啊 所以我才说 因为它是一份工作 所以才会和偶像这个 两个身份 其实我觉得会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因为你所思考的东西可能会不太一样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真是厉害了 但演员本来就是一份工作嘛 就跟大家所有人的工作都是一样 但这个梦想性质可能会更大一点 是的 你会给大家展现很多美好的东西 是 是 那我 我还在想你最后一个问题 哦 好 你先想想最后一次 就焦虑啊 失眠啊 或现在最大的担心 对未来的担心点在哪 我最担心 我最担心 我接下来的后面的节目就是 翻车 不会的 我看过很好的 如果今天 就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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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就怪你 不用担心的 这已经有一个随便甩锅的人 现在 就愿意 都抵 都抵 但是 那是不会的 不会的 会很好的 其他就没什么想说了 酷吧 这又是清淑粉的我 但是就是 哎 我又开始了 但是呢 就是越酷的人 越害怕被别人发现他不够酷的样子 而且 而且越酷的人 因为你一直展现的都是很酷 所以大家又觉得你没有关系 但是当真正当你内心又软弱 需要大家帮到忙的时候 你可能更加会羞于说出口 我是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 在毕业之后 可能和大家之间的交流 就没有那么紧密的时候 会更加需要一个小情绪的发泄口 至少你可以 你要那么想 以前因为接触太紧密 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把情绪收起来 就不用那么多展现 因为大家都会 在多次的交触当中去理解到你的 现在的想法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大家没有那么紧密了 你得刻意地去打开一个口子 让大家有情绪地交 就偶尔放飞一下自我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所以我就希望你今天可以稍微地 也不用放飞一下自我 就是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我现在的一个小的情况 我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每天很努力地在生活 然后我也会每天上网 看大家的消息 然后以此来获得力量 其实真的没什么了 真的没什么 好 你不要问我 我可累了 我错了 好的 我是一个非常 这个好事 这个好事 放过我抱这些 好好好 行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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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有没有什么 要对TACO说的 我都知道不就是爱我吗 就是爱你 好的 那行吧 我也不继续考虑 别了 我出了一身的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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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TACO 张语格 谢谢 谢谢 我们 这一期的三外天 莫莫有闻之墨鱼食堂 到这里之后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